马上进入雨林寻找神龛 材料已经是有的了 就差个真神龛而已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不用你的第六感了 我发现神龛了 就看是不是真的 哎呦 有雨林神像哦 是真的 大师兄 赶紧过来吧 来了来了 这次运气爆棚 刚进雨林就找到了 我先来收下太金块啊 要来个十倍率掉落那就爽了 可惜没有啊 别想得太美了 赶紧召唤吧 我都手痒痒想咒语失神了 好几个啥呢 我都还没合成雨林之眼呢 是你太莫及了 我还是先去金字塔生成的地方等着吧 去吧 我马上来合成了 合成后就会立马召唤的 我小飞鼠还在那边等着我呢 我搞定后骑上它 应该也可以在金字塔生成之前进入到塔内的 变天了 金字塔开始生成了 就你那渣渣的速度我估计选 不能让你小瞧了我的飞行技术 看吧 轻轻松松就能进来了 好家伙 居然不比我慢呀 金字塔已经生成好了 做好准备 雨时神马上要出现了 打雨时神准备个啥呢 直接怼就行了 以前纯手录都能无伤干掉它 虽然新版本更新后这家伙变强了 但是咱们有收割者和战锤 蠻捏它还是很容易的 容易个鬼啊 我已经被它收割一车扔偷了 诶 你这么作气的 我怎么就安然无恙呢 这家伙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最终的人一直是我 老谭吐个不停 那只能说你长相影响到他心情了 过了个去 还靠近来轰炸我 还好命大没个屁 既然他对你这么情有独钟 那我就趁这个时间把他怼到哭爹喊娘的 很好 经过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他的血量已经所剩不多了 你别打太快了 等我把他脚下的岩浆给填补了 你再吓死手 那你麻溜一点呀 他现在的攻击对象已经换成我了 好了 填完了 可以继续开队了 好家伙 这么实识的 居然用太金矿填坑 够土啊吧 现在干掉他 掉落物就不会掉岩浆里面了 好嘞 那我就继续我的表演了 一鼓作气灭了他 保证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OK 搞定收工 哇塞哇塞 你狗子运爆棚了 爆出了幸运掉落 现在满地都是十倍的材料 真是爽歪歪啊 东西太多了 收都收不进背包里 我来用收集魔法棒撕取一下吧 顺便整理一下背包 东西整理完 就是搜刮金字塔里面的材料了 这金字塔每次生成的结构都不一样 把我都整不会了 都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搜刮起 嘿嘿 那当然是中间这个区域啊 毕竟这个地方是固定的 而且两个箱子里面 有一个避出雾巾头盔的 好家伙 又被你这个货给接住仙灯了 算了 烧后仙剂肯定能搞到的 哦对 我本来是想去找找虎破块了 既然收到献剂 那这两个祭台我顺便也来收咯 等塔里面的材料都收盖完 献剂就来开港 收完献剂台 整个金字塔绕了一圈 就只找到一个这样有虎破块的地方 有就行啦 放心 只要拿到一个 咱们靠幸运披风就能变出一大堆来的 那烧后仙剂不就有用不完的献剂材料了 这箱子里面的乌金钉和乌骨先来拿下再说 现在乌金钉还没有乌金矿好呢 因为乌金矿可以放出来敲蛇被掉落率 我这边准备来收割了 哎呀 我掉下来了 那你收就行了 我去找新能矿了 这是后面制作新能岛需要的东西 新能矿在这个种植区的土块下面就能找到 小伙伴们还能想到 米拉星除了金字塔里面有新能矿 其他地方还有吗 沙漠绿洲的地下一季不就有吗 你个老六 我又不是问你 专心挖你的乌金矿就行了 拿完新能矿 该不会是你刚刚金字塔里面拿的那个被偷走了吧 没啊 戴在头上了 而且猴子的这个也被我拿到了呀 呃 这么说猴子大哥已经拎上你手了 然后也是神奇 你说他是从哪里偷来这东西的 我管他呢 反正拿到手就行了 等稍后我跟你会合了 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哈 那提前跟老板说声谢谢咯 不跟你叨叨了 我现在要专心找出这里的星光香蕉和全家桶了